《论语为证篇》的第六章 就一句话 孟武伯问孝 子曰 父母为其其之忧 但是这句话 历来就有很多的观点 我们一个个来看 首先孟武伯是谁呢 在何彦的《论语集节》里面 你用了马荣的话说 武伯 就是前一章 孟义子的儿子 武伯是他的嗜好 马荣认为呢 这一章说的是孝子 不应该胡乱的 去做错误的事情 而应该 只有身体生病的时候 才会让父母亲担心 简单的说就是 除了生病以外 其他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让父母亲担忧 这就叫做孝了 黄坎在《论语艺术》里面说呢 做儿子的 应该要让自己 恭敬 谨慎 不做违反 法规的事情 让父母亲 平白无故的担忧 如果自己的身体有疾病 这一个就不是人力能够控制得了的 只能从这里可以知道 父母亲对自己的担忧罢了 我们发现 黄坎的解释和马冬是基本一致的 到了南宋 朱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这一章说的是 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情 是全方位的 就怕子女有什么疾病 常常担忧这个事情 作为子女的 要体谅父母的这种心情 把这种心情来当做自己的心意 那么就能够用这一番心意 来保持住自己的节操 自然就不允许自己的行为 不谨慎了 这难道不是孝敬吗 过去的说法是 做儿子的能够让父母亲 不担忧他不合道义 而只是担心他 身体上的疾病 才可以说得上孝敬 也是说得通的 在这里呢 朱熹也没有否认 马冬和黄坎的说法 只是提出了 自己不同的这些观点 清朝张宁在 《经义杂记》里面 提出的是第三种观点 他说 王冬的论行里面说 五国有担忧父母的优点 所以孔子说 孝就是担忧父母的疾病 另外呢 台南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担忧父母生病的是子女 治疾疾病的 治疾病的是医生 东汉时期有个叫高佑的 注解了这句话 论语说 父母为奇迹之忧 所以说担忧的人 是子女 就是说 王冲和高佑 都认为 这句话说的是 子女担忧父母的疾病 就是孝敬 清朝的梁张俊 赞成张宁的这个观点 他在《论语极座唐正》里面 分析说 如果按照马荣的意思 那么 孝子告诉孟武国的 只是细枝末节 他证明的意思 反而在这句话以外 圣人告诉别人的话 没有像这样 隐隐约约寒寒寒寒寒 世书章句极著 引用的过去的说法 也就是和愿的论语集结 朱熹 保持自身杰操的说法 虽然很好 但是去掉了做儿子 服侍父母的含义 而去说 父母爱护子女的心意 好像也偏离了 这句话的根本 只有王冲和高佑 这两个人的说法 文理通顺 意识融洽 因为做儿子的服侍父母 任何事情都可以不考虑 只有父母身体疾病的时候担忧 这个事情对自己的要求 不能宽松 有人自以父母这两个字和为其极的这个旗字重复了 应该把父母两个字省略来读 就得到这句话真正的意思了 张宁和梁张剧的看法呢 有一定的根据 但并不能完全的否定其他两种解释 前幕的论读 把这三种解读都列出来 我们就不足之解读了 然后他选择了马荣的观点 就是除了生病以外 别的事情 不要让父母担心 理由呢 周西的解释 也就是要体察父母亲担心自己疾病的心情 这个呢 就多转了个弯 而且这个为字在这里的语气 不够妥当贴切 另一种说法呢 如果是子女只担忧父母亲的疾病 应该说成是为父母及之忧才合适 这两种说法他都觉得欠头 但是个人觉得前幕所说的理由 都是从文字的角度来分析 没有事实根据和严谨的逻辑论证 也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从前幕的这个解释来看 很明显 目前对这一章的字面意思 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 当然我们也没有更加可靠的证据 可以证实孔子的这句话的原意 在我们看来 孔子的这句话本身 就是很发散的 怎么发散呢 各位来听听 我们认为呢 这面意思 孟武伯 向孔子请教 笑的问题 孔子回答说 让父母亲担心的 只是你的疾病 据说孟武伯经常重情 生这拳马 交涉于你 生活习惯 很不好 那么孔子看到这种情况呢 没有直接说 你少喝点酒 少过点夜生活 你爹就省心了 因为累死的话 别人不知道说了多少 他要是听劝的话 那早就听进去了 孔子只能迂回地说 不要让父母担心 这就是笑了 其实也算是一种正面的回答 只是没有说具体怎么去做而已 清初的大如李勇 在他的世俗凡生物里面 常常有很多 值得人深思的见解 他对这一张的思考 我们很赞同 他是这么说的 做子女的 有这样一个身体 只是让父母亲去担心 他会生病 子女的内心就已经 不能承受 向自己责问 如果还不能自己谨慎对待 然后 就有可能会导致疾病的 那么不肖的罪恶感 就更加没有办法 自我疏解了 所以平时 必须要常常体察到 父母的心思 节制饮食 减少不良 嗜好和欲望 日常的生活作息 要谨慎 不要手以放纵 总的来说 就是要爱惜自己 一定不要 一定不要因为生活不严谨 而导致身体不调和 而让上边的父母亲 甘心 这是一个方面了 然后李荣街的进一步深化 他说 父母的甘忧 不仅仅是在饥饿 寒冷 劳累 这些方面失去调养 凡是品德方面 没有进步 学业方面 没有修行 远离了正当的人和事 喜欢一些不正当的东西 和不正当的人交往 疏忽了自身的检点 言语和行为都有明显的缺点 这难道不是毛病吗 知道这是毛病 慎重地对待自己 才能要父母得到安慰 才不愧为孝子 要不即使自己没有年纪 轻轻就病死了 却让自己辱没 行为不当 散播丑恶和难听的名声 还能说 不希望父母有极大的担忧吗 做子女的 不能总顿自己 好好修养德行 让父母担忧 这样的人一定是 连行混乱和荒谬的 否则 难道不是这些子女 没心没肺吗 怎么能够忍心 放纵欲望 败坏法度 自己身败名类不说 还辱没了祖宗 来严重地 伤害到父母的心呢 做人父母的 只担心子女的疾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今天做人子女的 是不是也曾经担心父母的疾病 就好像父母担心 就好像父母担心自己一样呢 这就是理容的仿生路 用这些圣贤的智慧 每一项都返回到自己身上 而且在这里 他把这个疾的意义 扩展出去了 身体上的疾病 父母当然会担忧 但是思想行为上的毛病 难道父母就不担忧了吗 如果各位有做过父母呢 就一定会有这种全方位的担忧 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 做父母的这颗心呢 就提起来 从此以后就一辈子都放不下 这种担忧 这不同的年代啊 有不同的内涵 那么在今天呢 这个内涵就更丰富了 很多过去不需要担忧的问题 现在都要无数的家长 揪心 实际上需不需要这么操心 这又是一个课题了 跟我们的文化背景啊 教育理念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观 都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各位应该要明白 从父母的角度来说 也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不是今天我们这一章的主题 这一章的主题 当然还是子女 孝敬父母 为什么在论语的 没正片 用了这么多的篇幅 来讨论 笑这个问题 在前面学一篇的第二章 游子就告诉我们 各位还记得吗 游子说的话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敌也者 其为人之本语 孝敬父母是实行人道的根本 是一切善行的发端 一个人要想让自己的品行端正 就应该从孝敬父母来使下手 那么如何去孝敬呢 要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实行 比如我们前一章讲的 无为和理 就是分别针对孟义子和凡慈来说的 那么对于孟乳伯呢 就是从爱惜自己的身体和明节开始 所以对这一章 第一个方面的思考 就是急的思考 什么是急 很多学者都认为是身体的疾病 个人比较赞同理容的观点 这个急 其实也包括人格修养上的毛病 先来说身体上的疾病 在消费主义横行的今天 我们很多人连爱惜自己的身体 都做不到 比我个人最反对的 就是什么所谓的 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 这句话成为很多人重情饮食男女的理由 每年有多少的心血管控者 都是这么来的 我们近些年推崇的夜宵文化 美食文化 其实有很多是不利于健康的 舌尖上的中国 这种相对正式的纪录片 就已经有很多不那么健康的美食了 更别说是专门介绍烧烤的美食节目 不错啊 节目播出以后啊 带动了美食文化 也刺激了消费 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 但给身体健康带来的影响 大家都选择性的一方 有人说一个节目而已 有什么影响呢 或者说一个视频而已 有这么大危害吗 积少成多 这种节目这种视频 多了以后 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就比如过去我们说 吃货 这个词 是含有贬义的意思 到了今天已经成了 美食家的代名词了 这个词性褒贬的变化 反映了我们这些年 一些价值观 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 让我们更多的人 更随意的放纵自己的欲望 再比如更明显的 现在很多人 短视频上瘾 明知道第二天还要上班 刷一个晚上的短视频 就是停不下来 这些都是我们 现代意义上的疑 表现出来的是 很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很差的自律性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 都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因为他们意志力薄弱吗 我们总是认为 一个人不能有效的自律 是因为他的意志力不够强 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是因为观念错误 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 还是思想上的疾病 根源都是没有 充分的自尊和自爱 而不仅仅是意志力的问题 我们总是认为 理性的意志力 可以控制住一切 但一个人 要放纵自我 大部分的诱因 都是情感引发的 从压抑到爆发 并不是经过理性严谨的推理 因为视频里 看到了酸汤肥牛 我吃过酸汤肥牛 知道它是那么的好吃 所以我现在就要开车 十几公里去吃一份酸汤肥牛 没有谁是经过 这么理性的三段论 才有这样的决定吧 一定是一看到哈拉子留下来 马上就冲出去 发动车子了 什么减肥 什么管住嘴脉开腿 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被压抑的感情一旦爆发出来 理智根本起不到一定点的作用 那怎么才能控制住这种 放纵的冲动 怎么才能做到 有效的可以持续的自律 解灵还需 寄灵人 心病还需 心药医 情感上的问题 一定要从情感上下手 很多人无法改变 不健康的习惯 是因为他总是以为 我的身体 我做主 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任何人都不能干涉 错了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 至少是儒家思想认为 身体法父 受之父母 请注意 这八个字只是陈述事实 而不是提出观点 以前我们那部讨论论语的时候 讲到这里 有一位说 你说的这些完全都是封建思想 都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听到这句话 我当时无比的震惊 这八个字难道还不是科学的 事实的根据吗 难道他的身体 不是按照父母的基因 组合而成的吗 所以这八个字 是陈述事实 后边呢 是基于这个事实 提出的观点 不敢毁伤 孝之死也 合不合理 合理 我们不是孙悟空 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我们的肉身 是父母给的 就好像 朋友送给你一部手机 当个这个人的面 你把手机 啪 摔在地上 睡的不仅仅是手机屏幕 还有朋友的心 一部手机尚且如此 更何况是生命啊 各位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沉甸甸的父母恩 父母给了我们如此宝贵的生命 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 是不是应该要好好地自尊 自爱 在嘴唇上打口是什么意思 在脖子上纹一只蛤蟆是什么意思 宣示主权吗 否认父母给予你肉身的事实吗 同样的 不努力学习是什么意思 不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 不好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要么浅薄无知 要么就是甘愿堕落 要么消沉颓废 甚至还有的 作恶多端 这难道对得起父母 给予我们的这么宝贵的生命吗 所以孟无我问孝 孔子的回答 其实就是让他从最基本的孝 做起 所以这一章 关于极的思考 其实就是孝经的第一章 开宗明一章 说的 这十六个字 身体 做到有效的自律 有了自律 各种正确的人格 才能逐渐成长 道法自然 病法不自然 人都很多毛病啊 都是自己捉出来的 好 第二个方面的思考啊 还是要讨论孝 我们说 我们说 摆上孝为先 而孝的开始呢 就是要自尊 自爱 自尊 自爱 是不是一个人 本能的情感 当然是 当然是的 为什么自尊 自爱 会成为孝敬父母的第一步功夫呢 这是因为一个人 只有自尊 自爱 他生命的情感的状态 才是正常的 换个通俗的说法 爱护自己的身体 是人的本能 甚至可以说是动物的本能 这个我想都不难理解吧 只有这种自尊 自爱的本真的生命情感 在良好的保护下 正常的成长 没有被扭曲 没有被蒙蔽 才能够保持住先天 对父母的爱 有些后世的学者 认为是 父母把我们生下来 所以我们 要孝敬父母 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经常看我们闲话论语的 都应该知道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 是错误 因为如果是这样 孝敬父母 就变成了一种交易 但是我们说过了 孝敬父母是人性 不是交易 什么是人性 就是人天生就有的 不是外部来的 我们现在很多人 有一个观点 父母从小就对我不好 那我现在为什么 还要孝敬父母 为什么呢 因为你是个人 这是你的本性 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从古代以来 就有抱父母的养育之恩的说法 所谓的养儿防老 是吧 这其实只是对孝的一种通俗的理解 这种理解 并不准确 并不是说父母老了不去照顾 而是这种照顾本身 是出于对父母的感情 而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们这个年龄 父母都到了高龄 曾经有位朋友 写计算机的 因为从小的经历 父母不在身边 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所以对父母就不怎么亲近 到现在父母老了 他也不是不照顾 但是自己的心理 就有些不自在 大家聊天的时候 偶尔说起来 有位大哥就发现了 他这个问题 私底下跟我们说 他这个样子去照顾父母 不行 将来会留下很大的遗憾 那么这位大哥就找了个机会 叫上我们几个人 大家一起去帮他解开这个心结 找了一个清静的地方 以禅修的名义 说好了 七天 不到时间 谁都不准出去 客气取证 然后大家就开始行动了 这个过程很艰难 经过开始 委婉的试探 劝说 也经历过很多次激烈的争吵 幸好都没有动手 最后终于把这位朋友的心结 给打开了 当时立刻就痛哭流涕 堂堂七尺的一个中年男人 在生意场上打拼了这么多年 那颗心脏都早就硬得起了多少层脑肩 油腻的包将都爬出来了 还是一个人跑到房间里躲起来 哭了五个多小时才出得来 人性啊各位 就算封闭压抑了四五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还是没有熄灭 还是在某个时候来灼烧每一位子女的心灵 这是可以拿来做交易的吗 太冷漠了 所以说染额防老 或者说从小父母对我好 我就孝敬他 所谓的父辞子孝 对我不好 父不辞 我为什么还要孝敬呢 特别是现代社会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这种想法看起来 说的有点道理 实际上 早就违背了人性 现在我们社会的发展阶段 有很多的留守儿童 如果都用交易的心态来对待父母亲的感情 将来会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笑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虽然我们的影响力很微弱 但是也要尽力去做 甚至有可能 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这些我们自己都是很清楚的 但 精明了大半辈子 我们还是决定 做一些傻事 道之所在 义不容辞 能做一点 就是一点的 第三个方面呢 想跟大家聊聊 孝敬对一个人的作用 当然首先应该明白 我们不是为了这些作用 采取孝敬父母的 不能又走进另外一个误区了 但是我们说 孝敬父母 这件事情 其实在客观上 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处的 说个我自己的心生感受 我在青春期的时候 也有过很多次 比较强烈的叛逆 但是不管怎么叛逆 对父母的基本的感情 是在的 对吧 没有说就脱离关系 没有到那种程度 加上 自己也看了论语 这些儒家经典 知道不能对父母这样 但是自己又确实觉得心烦 所以整个人 就很拧巴 幸好当时看到了一本 心理学的书 书名叫做青春期危机 自己掏钱在新华书店买的 作者 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 现在看来这本书的内容 也不算太好 有些观点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当时只有十四五岁 还是从这本书里 得到了很多的知识 可以说是得到了 心理学 社会学方面的启蒙 比如当时非常火爆的港台文化 看了这本书 就能认识到 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那些东西 其实是属于一种亚文化 相对于主流文化 是肤浅 而且魅俗的 这些都是这本书带来的 就看了 终于才明白 自己的这种感受 是很多人的成长过程当中 都有的 这就先放下心了 然后结合自己的生活来思考 马上得到一个结论 叛逆心理 来自于从小父母的管教 和自我意识觉醒的冲突 它是一个转化时期的特殊心理 只要它存在 就意味着一个人 还不成熟 而且当时这本书里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比喻 他说青春轻 这个年龄段的人 生理上迅速地 趋于成熟 而心理的成长相对滞后 就好像一部汽车 动力十足 但是方向盘 不怎么灵光 这就是这本书的主题 所谓的青春期危机 所以为了化解这种危机呢 我迅速解决了和父母的矛盾冲突 然后不久 又有了新的发现 原来做到了孝顺 不仅仅是父母的气顺了 我自己本人的气也顺了 当然这是一个文字上的把戏 孝顺这个词真正的意思 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感受 是真实的 和带给你生命的人和解 你的生命情感就纠正过来了 不灵八了 从根本上就把这个气给理顺了 有了这种感受 就很容易理解 尤子说的君子物本 本利和道生 一个人要想得到健康的精神成长 和人格成熟 他就不能是淋发的 病态的 这就是父母最应该担忧的事情 我们现在的一些父母 整天都在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 但其实每个父母都应该 更务实一些 多一些陪伴和引导 让孩子有个健全的人格 做一个相对完整的成人 只有一个人知道了自尊自爱 知道孝顺父母 知道了人生的价值 才有可能做到高度的自律 高度的自律 可以让我们的人生 不断地成长 成熟 或者成就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是健康的 精神是健康的 包括家庭的事业 也都是健康的 这样才能减少 父母亲的担忧 让他们放心 这也就是论语这一章 对孝的公用的解释 它可以让我们 更加热爱生命 更加清楚自己人生的价值 从而给我们带来 高度的自律 这种高度自律 不仅仅靠理性的利益 和强大的意志力来维持 还来自于我们 自己生命本身的原动力 对我们人生事业的好处 说之不尽 用之不久 如果孟伍伯能体会到 孔子的两口用心 从不让父母担忧 开始着手 从孝心入手 把这个情感的障碍打通 形成高度自律 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 以他的起点 可以做成伟大的事业 遗憾的是 他并没有这样的智慧 一直到孟伍伯后边的几代人 才出现了一个 能够领悟孔子智慧的后代 这个人 就是儒家 所谓的亚圣 孟子 这就是后话了 好 这一章我们就说这么多 下期再见了 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